我今天回信息的时候 有个花油说 我家里面光造不好 要养什么植物呢 其实这个花油 你这种思想就已经比那些 喜欢什么花直接买到家里面 那些花油要强很多很多了 因为它在后续的 它不考虑到家里面环境因素 它就会后续遇到的问题很多 你这种想法很好 然后你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了 你像一些大型的绿植 一些总结几点吧 大型的绿植是不是阔叶类的 叶片比较大比较肥厚 然后它对光照的 然后一下子色需要的光照 所以没有那么强 如果大面积的暴晒的话 可能就是晒焦了 你像芹叶绒 龟背竹 还有一些大叶伞 还有一些幸福树 然后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如果说家里面光照再不好 你就可以养绝类植物 鸟巢绝各种绝 还有一些反正各种绝吧 如果说你想要养开花的呢 你像我面前这个就比较合适 它也是对光照的要求不高 叶片摸一摸非常薄 而且它散发水分的能力又很强 所以这种的也不喜欢阳光暴晒 而且它还可以开花 到今年的11月份 到明年的五一一直都在开 仙气飘飘比较流行 你像还有绣球 比较家里面 然后有一些阴面的那种田园地啊 或者什么的都可以 还有一些开花的红掌啊 白掌啊 大花惠兰啊 任年萧花 对蝴蝶兰也是可以的 其实可选性很多 还有一些如果你喜欢开花的也很多 耐阴性的都很多 还有什么 其实脑袋里面很多植物啊 有时候提笔忘字的那种感觉 然后总之呢 养花其实让人心情愉悦的一件事情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负担 其实养花在我认为很简单 它没有说是我规定养哪一种花 你觉得适合 那么你想让这个养的花 就适合你的脾气 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养的时间久了 这个花都会随着你 然后去浇水 你可能一星期给它浇一次水 那么它就适应一星期的这种排水量 还有家里面就是养时间长了呢 你就会觉得这个植物 也是跟你的脾气比性是一样的 归根究底呢 然后考虑到自己家里面环境因素 是比较成功 比较迈向养花成功的第一步 很关键的第一步 然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尝试 然后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下 就到这里吧 拜拜